本短片为关以后的众雷心得 会有很多的剧透内容 请大家斟酌观赏 如果想了解更多的电影资讯与预告分析 可由右上角的连接过去哦 小索双丛凤凰 一带一帐 持续引爆 加倍压来去笑 一个不过看 网坤贝尼克斯 加上女神卡卡 双黄组合 内心小剧场的脱口秀 歌舞剧 最需要的是爱 一起来看看两个人爱恋 她下场究竟会如何呢 没有错 在看过得了一堆奖项的第一集之后 第二集也是没再跟你客气 要秀给大家double的小索双丛疯狂 超狂的小索再加上小索女 哈是不是两个双双对对唱的还比说的好听 是不是内心小剧场也是要献给观众最赞娱乐大秀 我就看到了电影开始呢还以为转错台了 一开始还以为转到卡通内卧台 剧情是一段卡通动画来做展开 我跟我的影子 大致上是一段每次幽默的卡通方式来呈现 在一次小索要上台表演之前 他一直跑出来作怪 一只假冒小索大闹一场 然后也是上台唱了这首全民是 换个word this now is the 或得或少也是表达了我们男主内心感受 事实上 瓦布菲尼克斯饰演的亚瑟现在被关起来 就因为第一集当中所发生杀五人的事件 是被关在脚身鼠底下 所属均利阿卡汉精神病院里面 好了 第一开场的动画其实也是一有所指的 小索引致自己跑掉 假冒小索大闹 并在最后被抓 而进行过来 另一方面在亚瑟面会他律师 尤凯莎丽凯娜 饰演的玛利亚史杜瓦 跑来找亚瑟 看到了玛利亚的双涉略 打算主张性质精神障碍 通过开张卡通 影子当案闹比喻人是另一个人格杀的 也只是节目上开枪干掉 老婆迪诺饰演的目睿 这边玛利亚认为 其实那个人并不是亚瑟 而是受到押护 亚瑟另一个人格小丑干的 所以就会看到律师不只认真帮找一件新医生 也是很尽力在帮助提出证据 来避免掉亚瑟被起诉 然后同时这个时间 在预警带亚瑟出来的过程 就在精神病院 街边比较宽松区域的走廊这边 律师偶然的一面之缘 女神卡卡 饰演的哈利婚姻 里面哈利是一简身的力 来自我介绍 有意无意之间 就会看到了 亚瑟被排去长假歌上班 是知道了有更多机会 立跟亚瑟聊天 也是因此天贼沟通地火 从一个人solo在几日下来 爱情数快速闷延 变成了双人组合 又说这一部双头疯狂 比第一集更像歌舞片吗 也是一点都没错 透过了各种情绪 找到机会就唱歌 像是一颗长卡通 亚瑟一个人的想象世界 歌上班练歌 立跟亚瑟聊天 聊着聊着又哼起歌来 剧情也是看到了 象神的他们两个找到了彼此 从原本亚瑟一个人solo 加入立的和声 甚至很多时候 还是在立主动的代理之下 变成了在音乐旋律伴随 两个人共舞的主要成型 嗯不要误会 其实W还蛮喜欢歌舞剧的 而说起来 这部电一整个歌单 也都是蛮好听的 这支影片因为片物有限 所以这边就先不介绍太细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找来听听 这边重点 这里看到了 借由一些想象跟歌曲来串联剧情 像是本来大家一起看电影的电影之夜 后来立故意中午 他们两个人趁热玩得很开心 只不过这边后来亚瑟被罚关紧闭 也是蛮惨的 然后咱们这边科普一下那一款看的电影 是1953年的歌舞片 中文翻译成《龙凤香车》 还有里面的这一首 Nest Entertainment也非常有意思 好几次就被拿来唱其中的片段 看到了被关紧闭之后 过来丽跟亚瑟暂时分开 根据丽所说的 其他人说她会被亚瑟带坏 所以就丽跑去跟亚瑟挨挨之后 她后来出院了 而另一方面被认为亚瑟 并没有精神方面的问题 检测官后来起诉了亚瑟 事实上外界一直分两派 像是代表了电视台来采访她的 实际不哭跟实验派敌 就是直直一跟反对那一边 他难时故意激怒亚瑟 不过就有在唱歌声的时候 For once in my life 亚瑟宣示了她坚持她的意志 当然另一方面也穿搭了 那一份她对立的强烈爱意 没有错这段采访 不仅记忆的精神病人幻游 出去的外面的利益 也接受到了亚瑟传达的讯息 更像是在号召支持亚瑟 心中那样 过来剧情也随着亚瑟案子的开庭 进入另一阶段 哈布只有小丑女 另一个来自禀夫侠的角色 里面还有哈里劳提 饰演哈维丹特 AK双面人 这位就是起诉亚瑟的 那个政治警当的检察官 这边其实是还没变成 双面人之前的哈维 而过而也是看到了 他们在法庭上展开了攻防战 事实上连带第一集 一整个是凤事苦涩的黑色幽默 反映出了亚瑟伴小丑 一方面希望带给大家欢乐 但另一方面 长期受到社会骑士 偏见压力之下 不仅是扭曲了亚瑟 甚至后来一走向偏锋 可以看到了第一集 造成亚瑟无情杀害 五加一条人命 那个既然是亚瑟他老吗 我还记得不知道 他干掉他老吗 所以来到这边 亚瑟必须要面对 三长命的审判 前面刚刚也说了 他律师玛丽安 原本采取的策略 是要来证明 亚瑟有多种人格 并不是亚瑟真是杀人的 其实是另一个小丑人格 不过呢 女朋友的律 不这么认为 他和亚瑟展现出真实的他 律师过来也好心提醒了亚瑟 律师才传了律 原本亚瑟以为 律跟他一样肯定出境 但其实并不是 律他们家是有钱人 不可怜 他老爸还活着 基本上 多少也是反映了漫画原作的设定 点也并没说人戏 但总是并非真有问题被送信愿 相反的 律其实是有计划 要来接近亚瑟的 因此也就在反映这一段幻想情境当中 看到舞台上 他们在一场当中让亚瑟大失竟然是 过程力竟然是对亚瑟开枪 这边也是反映出亚瑟对立而坚定 遭到动摇 是不是 里面大家时不时 就要亚瑟说个笑话来听听 谁叫他是小丑 讲他笑话又不好笑 但另一方面 透过这些 更也是突显出亚瑟说到歧视偏见 然后再看到 上法林之后的攻凡 更显现出他的不堪 就在律师告诉了亚瑟关于立的真面目之后 一度亚瑟是很不爽力 但也是不难理解 红和几句之后 甚至在搬出了他怀孕的事情来稳住亚瑟 确实啊 女朋友的一句话都声过律师的千言万语 加上亚瑟慢慢不瞒 律师在辨证 他的精神有问题的过程 一整个也是让亚瑟觉得他自己变得很傻逼的样子 特别是醒来的 第一件女主 杀起碧子 饰演苏菲 原以为是亚瑟的女朋友 但其实都是亚瑟的幻想啦 而后来也终于在受不了绿色状态之下 亚瑟不仅是开除玛丽安 说他自己要辩护 大名大方表现自己 策略当然也从此是大转弯 没有什么策略 这整个法庭更是变成了卡尔大秀场 小说双重疯狂的导演是 逃得菲利普斯 延续第一集加入了有小丛流因素 丽很刻意在怂恿左右亚瑟 像是要亚瑟展现真实自己 借由法庭上攻防 可以看到后来转换到了亚瑟之变 也转换成小丑 就不管什么多重人格的辩护 小丑杀最真实的一面 剧情更重要的是 相对另一方面也是更深入探讨 包括亚瑟内心情境的转变 丽所爱的丽的意图 各种具备后所代表意涵有亚瑟各种狂想 像是法律上一度超不爽 亚瑟跑出来猛黑大家情境 表现出分子技术 也是一种经历想跳落显示的意念 也是展现在亚瑟跟丽所产生的共犯效应 情势加温 计划群众之间对立 支持反对小丑两派一间冲突 而其中比较特别 雷吉尔饰演之前同事盖瑞出庭 第一次盖瑞目睹亚瑟干掉 另一个同事难道的情景 不过当时亚瑟确实放手盖瑞 虽然这变盖瑞相对变成了一个关键 而去应该怎么走 这当中有很多确实很值得大家情思 一般价值观对上要长命 但又不自觉同行亚瑟 所以到底最后的判决会是如何 已经亚瑟了下场 下一段预告之后将来介绍最后结局 如果还没看过电话 或想表现有点神秘感的人 先看这里 加油 要说吗 大家不认为盖瑞在法令上跟亚瑟对话这趴 很可能就是后来突破亚瑟新房一个很重要关键 盖瑞认为那不是他本性 其实他们交情没到很亲密 但盖瑞说到亚瑟过去是唯一不为歧视他人 没有错他们这段对话上亚瑟开始有一些反思 因为对比尔盖瑞 亚瑟经历的很多不幸是没错了 不过相对肯定人生也是饱受到歧视的盖瑞 人家也并没有就定义节目上还想乱双之类的 然后后面剧情也是有一种给观众喜上温暖的感受 先是亚瑟以小丑形象法令上大名大方传达他的教义 过来回到牢房之后 是被玉琴拖下去狠狠教训一顿 而在结面的时候 原本也还是想以小丑来大发飙 但又在一整个想想之后 过来之一改整个论述 不仅是说了没有小丑 意思他只是以小丑名义发泄 更又坦白不止杀五个人 不过他妈也是被他干掉的 嗯没有想到听完之后 立刻几个民众转身就离开 甚至后面审判那天下来 法令发生爆炸大赏面 虽然亚瑟一度跑掉 但又被抓回去关 有过去则 然而却也正常感到兴趣的事 电影的最后 在运历竟在遇到一个精神病患 跑出来刺杀亚瑟 相当令人感慨的事 就这样最后一亚瑟挂掉来收场 总结来说 延续的第一集带给大家更多 双重的冲击 是一部精彩歌手剧 也缺一支残酷解析 关于小丑的内心 就像剧情所探统的 是多重人格 小说不信吗 或是一个社会边缘人 对整个体制发出最强烈的撞击 长期说要迫之后的刀爆发 而事案真的有道理吗 不管是情有可缘 或是该关时 电影给了一个交代 必须要说的 如果小丑粉丝 应该会感到心最难过 就像众多信众那样 厉害的其实是那个小丑 激情疯狂 而且是敢冲撞体制的那个形象 不是那个普通通 说笑话 一点也不好笑的亚瑟 也更加让人感慨的是 坦白之后 不仅光光退进 最后铲死在走廊的那一幕 更是一个震撼的警示意义 而小丑的期待 跟小丑要打造一座 高山的幸运位置 但也代表 只要有人起个头 后面就会有人跟随访效 在亚瑟的 可以说是更偏激疯狂 另一个层面 其实第一期小丑角色本名 不是亚瑟弗莱克 也在最后挂掉亚瑟之后 那个男的还拿到画自己 也更不清楚 大概就是画开嘴角两边 可以想象就像是黑暗骑士里面 骑士来劫版本那样 一直的这个小丑不在 会有另一个小丑来取得代之 也不管如何呢 一整个就遗留给观众诸多想象 大概就这样 还有什么一件看法呢 欢迎底下留言 大家一起来讨论小丑双重疯狂吧 以上就是我的介绍 如果觉得不错 可以在下面帮我按个赞 如果喜欢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有什么想法 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讨论电影哦 那就先这样咯 掰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感谢观看